小集会发表农药调查报告 全台早粮行贩售的红豆跟黑豆 16件当中就有3件含农药超标 长期食用的话可能会造成干渗的负担 咬一大汤匙的豆花再咬一大汤匙的红豆 夏天来晚红豆豆花切两又好吃 我们一天有时候100多 就红豆汤的部分 不过豆子的来源安不安全也很重要 小集会9号公布北中南杂粮行的豆类农药含量 被抽烟的16件红豆和黑豆当中有3件农药超标 其中高雄杂粮行易美行购买的黑豆 检验出农药亚灭培和芬普尼超量 芬普尼还超标140倍以上 另外12件红豆中两件不合格 台中一城上行的红豆被检验出一大汗超量 高雄天华行所贩售的红豆 则被检验出含有三抢积家宝福 雅灭培以及克安博等三种农药残留 这些不合乎规定的不能添加的超标的 那违反十米国省管理法第15条的规定 我们会倚请行政机关来加以采除 被点名的高雄市义美行 业者得知店内贩售的黑豆含超高农药 相当错愕只能先下架回收 这一段的状况就是要先把东西做下架 然后再去跟上游的厂商要求说 他们能够提出证明 学者表示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 每天只要摄取不到100公克的黑豆 芬普尼就会超过每天容许摄入量 会增加肝肾脏的负担 因此学者提醒消费者 买回家红豆黑豆的应该用清水多洗几次 或浸泡15分钟以上 然后再开盖烹煮 让农药水蒸汽灰散 记者沈小青 谢其文 台北高雄综合报道